歡迎回來麥卡貝英雄聯盟LCS的中文轉播 我是主播三 我是賽平 春春 OK 那在剛才那場BO1比賽中 我們可以看到ELEMENT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很S2的打法 也是不斷的農 然後你想要你有了一些角色前期優勢 但是我就直接避戰 然後放經濟 什麼都放 但是不放太多 所以你在拿經濟的同時我不跟你做正面衝突 但是我反過來是拿另外一邊的經濟這樣子 然後去讓遊戲時間成功拖到後面 掌握了自己的角色優勢之後 然後就逆轉了整個團戰這樣子 OK 那在等一下的比賽我們會有Origin出戰Fanatic 那這兩隊有沒有什麼賽前的一些資訊 這兩隊幾乎是今天的頂尖的對決 幾乎是龍鎮虎鬥兩支隊伍 那Fanatic現在是6勝0敗 我想要提的一位選手是HUNI 他在角色詞的方面是有點深的 包含之前的人馬以及雷茲跟克拉斯 還有上禮拜的艾克的發揮都相當的不錯 雷茲 這次發揮得很好 我覺得HUNI這位選手是有點可怕 那Origin雖然在上禮拜是不幸能吞下第一敗 那他們現在五勝一敗 也是在LCS也是算是AS級的頂尖隊 那這兩隊感覺今天會很有看透 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如果Origin拿下這兩勝利的話 會他的勝敗差會來到跟Fanatic持平 對 並業第一 會一樣並業第一 那如果Fanatic拿下這兩勝利的話 等於說是跟Origin就是拉開的 因為畢竟我給了你第二敗這樣子 那就是對雙門來講都相當重要啦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場的比賽 看一下選角畫面 其實蠻期待說Fanatic可以在第一輪 拿下全身是跟我們AHQ一樣 所以你對上其他90隊友都是拿下勝利的第一輪 那現在是一個6勝0敗 好 那有機會 第一BanOrigin就選擇Ban掉了藍寶 好 那藍寶這個角色來講 對於Hooni也是相當的拿手了 感覺是要針對Hooni去做一個Ban 可是Hooni現在角色只這麼深的話 你要去BanHooni 對 感覺BanHooni其實有點Ban不完 幾乎是沒意義的舉動 你隨便講高P上路 Hooni會嗎 怎麼可能不會 Hooni什麼都會這樣子 而且還可以玩得很好 那這裡的話 可能就只是戰術策略上會怕藍寶啦 這邊Ban掉了射雷西 Fanelic這邊的選擇完全去針對輔助位喔 是把兩個Support給Ban掉了 現在第一選跟第二選的Support 又是一個藍方先把雷茲給Ban掉 對 這個反而是比較少見的 藍方主動Ban雷茲這一點 基本上雷茲 我們當然知道Hooni的雷茲是可怕到不行 只是說畢竟你是有個藍方優勢 其實你可以讓Soas玩啦 對Soas可以玩雷茲這隻角色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Ban 藍方Ban雷茲的意義在哪 那Fanelic也是把三隻Support角給Ban掉了 好啦看一下Soas這邊 搞不好會不會搶巴德 有沒有可能 對 現在有那第五師跟巴德 真的啊 差不多Support角色 差不多Support角色就成這樣 還有安妮 那這邊的話看一下Soas手選要拿什麼 應該還是不太可能Support啦 應該還是先拿個 像可能克里斯達啊 或者是酒桶啊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我先把上路Ban掉 喔 這其實是有機可循的喔 搶人馬嗎 這其實是有機可循的喔 因為你拿到人馬的話 人馬在前期的一個對線烈士的兩個人 分別就是雷茲跟這個藍寶 那把這兩個Ban掉之後 等於說人馬在上路有點爽農的感覺了現在 所以這邊我就看 Forlantic的上路虎妮會拿出什麼角色去做應對喔 我實在很期待他拿刺客喔 包含到菲斯或者是伊瑞莉亞這樣的一個角色 而且我覺得虎妮很扯的是 他之前也用雷茲打爆過茂凱 結果隔一場他是對方是選雷茲 他用克拉斯把它打爆 就是說他根本是沒有counter 而且他選了什麼角色就可以counter對面 就真的很厲害這一位選手 這個這個需要nerf一下 虎妮需要nerf一下 那虎妮拿什麼什麼呢 那那fanatic這個隊伍是 不只虎妮他們全體的整體的隊伍 現在的發揮以及配合的默契跟支援的出走 也是幾乎是LCS上最快的 好那最後拿下了艾克跟克里斯達 那也算是現在兩個蠻熱門的角色 那艾克最主要是現在還是有一個混淆味的味道 就是說我要走中我要走上 我甚至要走到jungle 都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在上一周 夫妮有使用過艾克走上路的比賽 那這一周的話也是蠻有機會利用艾克走上路 好這邊選擇讓amazing拿下了一個酒桶 而且昨天在看那個比賽 我有去運過就是說 就是一些直接選手他們說艾克走中路的那個 對線方面會比較吃虧喔 雖然我們在LCS上是 感覺是艾克中路都有引線 但是他們就說艾克這個角色在前期是有劣勢 所以大部分人都比較不會把他拿來做一個中路的選擇喔 而且基本上他的大要輸出到其實相當的難啊 對 就是說而且他的W的釋放是要做一個預判的動作 等於說你W打不到的話幾乎是沒辦法做出比較大的引擎傷害 就只有1跟Q 這個吉林是真的假的 這個吉林應該是假的吧 然後果然還是撒謊了 那其實這個吉林一直以來都是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他剩下的兩個位置是留給下路 不過這其實在藍方的選角是還OK的啦 因為藍方畢竟你中路本來就是要遲早出來面對對手的counter 對面勢力會把中路留在一定會比你候選喔 那你阿琪的先選出來 因為這次又是個中路比較OP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先選出來也是OK的 所以再來我們的XPICK的阿琪的使用也是相當的不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For Biven這邊要選出什麼樣的角色來counter這個阿琪爾 我感覺上阿琪爾這個角色在面對一些 感覺上要counter到阿琪爾並不是到太容易啦 因為他前期他的攻擊距離太遠了 所以你在前期跟阿琪爾的對線幾乎都是會處於比較劣勢的情況 對而且真要說如果你真的把阿琪爾去壓到一個塔下 他也可以靠著一個相當守長的優勢去持續做一個吃兵的動作 對而且他其實有攻速的加成 你也沒有辦法做一個跑線的動作 因為你如果做一個跑線的動作 你的塔很容易被阿琪爾做到一個消耗 好最後這邊選擇了歐拉夫 歐拉夫 歐拉夫 天啊 歐拉夫 那這邊的話 ADC是不是要選擇一個比較有逃跑能力的呢 好像C尾爾在跟你對跑 歐拉夫是可以無視整個C C技是直接往你的AD連上衝 那我覺得選擇C尾爾是還不錯 畢竟他也有一個受力的技能 如果歐拉夫真的衝過來的話 他可以選擇開R做一個打賴跑 OK 那這裡的話 其實像歐拉夫的印象中諸神黃昏這個大絕技能 其實是可以直接往阿琪爾的臉上衝著 他是強勢推不開 那感覺歐拉夫這一點 就是說你阿琪也沒有辦法對他做一個吸氣的控制 那你阿琪爾的大絕技也沒有辦法 那等於說你歐拉夫是直接衝到AD連上 然後酒桶也沒辦法炸開 對 只是說歐拉夫他缺點在於是 他沒有一個比較偏向於一個衝牌的技能 他就一個直接一直往前衝 好那最後一個中路位 那最後看是在歐拉夫這樣的一個角色出來的情況下 是不是要選擇直接果斷衝牌阿 還是要保牌 對 因為有艾克歐拉夫其實你衝牌感覺沒什麼問題喔 對 最後位置你覺得有可能比較會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那現在是感覺球女還不錯 因為他可以配合歐拉夫做一波combo 就是說類似像露露這種感覺阿 球女露露 對 維克特 維克特 那他們的話都比較偏向於說拉達 因為我們就知道維克特跟克里斯塔拉達 拉達的人力很強 然後再配合珍娜做一個保牌的動作 可是感覺這個團 他們Fanatic很容易讓自己的團戰 突然是陷入一個兩方面的一個狀況 就是艾克跟歐拉夫自己 然後剩下三個人自己這樣 對 有點容易被切開啦 只是說Origan這邊就是感覺比較一體的 Origan這邊很 又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加速強開症 對於Fanatic的壓力會很大喔 我覺得這邊很考驗珍娜的大角色 對 好在有珍娜 好在有 好在Yellowstar這邊拿著珍娜喔 那這邊就提高了一點容錯率啦 對 畢竟他們其他角色是沒有 比較屬於保牌的技能組 包含我們的歐拉夫 跟我們的上路跟艾克 都是比較屬於衝對面後排 那你後排的 自己的後排只能靠著那去做一個 保護的動作 那克里斯塔跟維克特這兩隻角色 比較偏向於拉達的 所以他如果被一波貫穿的話 是會再會不好打 好了那就來看一下 那這邊Ocean這邊五個人選擇集結 那似乎是想要去做一些 早期的視野佈置 那就看一下是我們要做NEEU的打算了 喔要這個直接撞上來 哇 直接撞上來然後看到了所有人在那邊 然後趕快展現下去 Amazing 有點尷尬 然後台下的觀眾直接震驚了一下 然後他這邊一集團的交火 看起來在Amazing那個肚子上去之後 是有一點點狀況的 喔他也是很果斷的 不用閃現 就在閃下去了 嚇死人 完全沒有視野 我覺得沒有視野 九龍是直接 他剛才一個肚好像是直接肚到四個人 他可能預計說 他可能預計說 可能只有一個人吧 然後沒想到撞上去竟然是這麼多人這樣 他可能想說他隊友四個都在旁邊 隊友撞上去上面是一個五個人 對直接撞到五個人這樣 現在一個技能組的交換 九朵是交了閃現 阿祈爾也把自癒給交掉了 哇那這樣的話其實前期下一槍 其實這邊也噴掉了震娜的 Planetik這邊交好像比較多招 對反而比較多 鬼步 還有艾克的閃現 那Planetik這邊反而是交了比較多 反而是 他肚子以結果論來講其實是串的 可能是後續的方面 可能是想要做一個追逐 喔這個看一下Amazing Amazing的古拉格斯 至今為止目前還是保持了百分之百的一個勝率 KDA是41 幹嘛 這打電腦 41的KDA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真的是有點不知道 Kio Participate 有來到一個70.7的一個擊殺參與率 幾乎是沒有在死的 只能說扯到爆 真的是扯到爆 41的KDA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 你說你不是刷中級電腦我都不太相信了 那這邊的話 這邊直接進來插個一眼 發現到Amazing的酒桶已經吃完 吃完紅BUFF了 我記得Amazing的上一週也有 古拉格斯的100%的 那時候KDA好像還沒這麼高 就經過 就都沒在死 然後就是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出來的KDA就是41 因為一週過後他還幾百% 然後KDA又更高 41真的是蠻離譜的 所以其實我想說你對到Origin的時候 感覺上不BAN古拉格斯就是不給尊重啊 真的 不BAN古拉格斯就是不給尊重 我都100%你還不BAN OK 那這裡的話 Rangover的 那個 Origin的 Origin的 融到對手的下路雙十項去了 又是一個鏡像的速推塔 對 跟上一等其實一樣 就是說 一個 背逆EU跟正EU 然後這個Jungle配合的 不過這裡比較 Jungle跟上路來對一個向塔自己壓迫 因為我剛一下以為艾克是中路 我剛一下就是看到艾克以為他是中路 我想說他怎麼會在這這樣 他是上路齁 那這裡的話 這裡有點分歧的是Origin這邊的Amazing選擇 帶著自己的收襪子 然後來這邊進行紅BUFF的搶奪動作 這一邊的話艾克前期是有點虧 因為他沒有意識到對面是一個逆EU的動作 他有到一個回線的部分 然後被State 然後之後進行一個回補 那人馬是在前期有最後一個跟Jungle發育的動作 所以艾克這邊的發育會來得比人馬還差 但是Fnatic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打算把塔的那個額外的金錢 全數讓給艾克去吃 我不覺得你經濟給HUNI 他勢必在後期可以比較大的回報 就我們常講說那種 你捐錢要交給會玩的人 對 他會玩那當然錢交給他 那就是讓他去做一個發揮 而且感覺HUNI只要玩這種上路 比較屬於Carry型的上路 他會不會做出很好的效果 這是在中後期可以Carry整場比賽 其實真的很值得看一下Fnatic的使用 對 而且他在上路的艾克 跟中路一樣出一些魔法攻擊的傷害 也是偏向於傷害的艾克使用 好那這邊的話 艾克這邊似乎在剛才那個 流血虛空丟出去之後 是沒有打算要貢獻的 對 Origin這邊選擇把陷路調回來 跟賽場有點像的是一樣 推速推完上下塔之後 然後再做一個換位的動作 感覺這邊Origin想要做一個防守 就是讓希薇跟安妮回上路 把這一波 這個Amazing 這邊直接撞到了Rainy Over 那這裡有著一等的優勢 Olaf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打的 不過這個紅BUFF 似乎是可以一直持續追擊 但是珍娜來支援了 維克克也來了 那這裡 這個推 這個推蠻好的 但是完全兩個人 我們都在XPK的殺兵底下 然後希薇爾今天過來之後 再一個傳送 這個是人馬 人馬下來之後 看起來是要頂珍娜嗎 把珍娜頂回來之後 交了一個閃線 看起來也沒有問題 但是HUNI這邊的位置有點尷尬 但是他的爆發能力有點扯 直接把人馬給爆死了 最後Amazing這邊也死在發動區 然後希薇爾拿到了一個Double Kill 但持續的在用自己的被動 做一個追擊的動作 但是 看起來是會不會被花瓣鞋給封針 OK 那這邊在最後 Reckless收到了Niers的頭 我最後將一個閃線上來 來追擊這個案例 最後把頭交給了Forviva 哇 這一波雙方的支援相當的到位 是在第一次驗室 有我們9點跟Lua附近的一個1打1 然後隨後是一個5打5的會戰 然後雙方傳送都有到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剛剛Reckle的 就是那個盾是讓希薇爾誤判的 然後是直接遭到一個團打 首先這個團戰一開始的爆發 來自於這兩個壯漢的一個碰撞 對 而且古安格斯一開始是可以 他有跳壓制娃娃娃娃娃娃後續的資源的部分比我們分一個來得比較快 我在這個W示範才有漂亮 直接暈到我們安妮 對啊你這第一時間直接被擊火喔 把血量壓制到很低的位置 不過這裡忽女之選擇一下巴龍池 而且變成導致說他其實自己很清楚自己是出不去 對 一個換掉喔 然後最後西威爾直接 原來是閃現收娃娃娃這樣吧 這一波就正當的功能很漂亮 直接讓我們呢 西威爾是看到我們克里斯塔整個被動 那也是直接三個人貫創我們西威爾 西威爾倒下的情況下 他阿希爾沒有魔 直接把他做一個反擊的動作 喔那這個吹 再上Vegles一個閃現收頭 那這麼一來的話 事實上對於Fernetic來講 人頭數來到了一個4比2的優勢 那等於說這一波會議戰是由Fernetic取得蠻大的領先 對 而且瑞扣剛剛是一直都有Core閃現 這表示說他在後續的處理還是比西威爾來的好 就是說他在Core閃現的情況下 他就覺得說自己判斷這一波是可以拿下的 然後最後再利用閃現去做堆擠喔 其實瑞克斯這個選手一直以來就是他的操作相當的 就是細膩啊 對 他可以做很精準的微操 就是一些很極限的狀況下 然後能夠打出play 對 其實剛剛兩邊的會戰雙方都是處理的很好 那我們Origin的順便是輸在一些小細節喔 小細節的這部分我發現Fernetic還是做得低 我們的Origin還比較好 好那在這裡拿到一個人頭優勢的情況下 Fernetic還有Origin雙方都一致選擇把雙人線重新調回上路 但其實可以理解Fernetic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想要去把你Origin的上外塔 只是說Origin這麼為什麼也要同時去這樣子去做一個配線 是因為想要阻止這件事情發生嗎 純粹就是這樣 就是想要做一個反手 就是一個應對 好那這裡Origin已經摸過來了 看一下這裡的撤退 對 命運呼喚撞過來 被希瑋爾一個1給擋掉 但是撤他一個吹 歐拉夫一個斧頭給到之後 希瑋爾大概是走不掉了 Fernetic在整體的這邊速度來還是比我們的Origin還快了許多 但是正面阿齊爾是進行一個推塔的動作 對 在這個時間XP可以掌握到了一個推塔的機會 那沙皇本身在W的一個幫助之下推塔的速度可以算是相當的快 對 所以是說阿齊爾在面對這種跑線的情況下推塔可以很有效的把塔壓制到很低的血量甚至是推掉 還可以看到HUNI這邊的經濟 就是說他的CES狀況來說的話 已經領先人馬相當多了 對 感覺Fernetic這邊有把一些小兵的經濟讓給我們的HUNI 那感覺他們也是很依賴HUNI這位選手 對 他們畢竟真的就是他會carry嘛 對 不要去太打壓他 他不是一個support型上路 他是一個屬於那種可以去一打多的一個選手 這邊 畫面盾了一下 可以看到雙方的一個支持率算是相當的持平 45比55 Origin還有45% 算高了 對 因為畢竟已經救到的是Fernetic 對 在面對Fernetic還將近五五開 表現他們的粉絲還是很多 對 最主要是Origin有一些包含到像Soraz 或者XPK這樣的一個老將 他們幾乎都是明星選手 對 等於說他們鐵粉其實還是蠻多的 對 從以前支持到現在 那每一位選手是相當有經驗的 然後也幾乎都是有打過世界賽的 甚至說他們本身也是Fernetic的隊員 等於說就算你是支持Fernetic 你應該也會支持XPK他們 對 OK 那這裡的話 小龍已經重生 那現在如果爆發小龍團戰的話 會是哪方比較占有優勢 所以現在的話肯定是Fernetic 畢竟他們有一個職方的地理優勢 再加上他們現在的裝備還是比較理想的 因為西威爾現在是出一個跳前刀 那我們這邊克里斯達比較特別是 他先出一個小彎刀 而不是出比較以往殘見的嗜血劍的前 就是說他們想要增加自己的風箏能力 對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裝備 雲鹿王者就是說 他第一個比較平滑 然後再加上他的一個攻速 是可以去Buff到克里斯達本身的一個 跳的一個 對 還有就是說他的被動的一個 跳的一個頻率會比較高 那好 我這邊命化直接交了 這個收有點快了 對 收有點太快了 OK 這個時間暫停器 有給到人馬 那人馬這邊直接被CT住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對 而且你剛剛有說的一個能力 就是說四血劍這一把 就是他前期要一個 造成一個1550的爆風劍 對 很不平滑 有時候會真的差那一點點的話 你出可能回家的時候1400 那你就這樣 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這種情況下我真的是 那種一繞媒之後很苦惱 一切是我天啊 我到底要不要再去吃農一波 然後我會怕農一波的時候 就不小心爆發團戰 你就不知道到底怎麼辦 然後就好吧 那可能就是出個小彎刀吧 對 要不要貪心一點 你就多吃這一波兵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遭到對面的擊殺 所以不好意思 也有可能你在 你一個一咬牙去上線 去硬農出這100塊好了 對方一個不讓你回家 對 他就一直壓你的兵 那你就不能回家 那變成說你回家的時間 你可能到2000多塊 對 所以這裡很明顯是 我們Valentic先開始這台小龍 喔 沒有 他的分射才在原地的 後面 對 那這一個小龍 哇 人馬傳送下來 那這裡 最後小龍竟然是有XPG給拿到 那最後 歐拉夫也死了 那這一個暗影的襲擊 其實位置不是都太好 但是我是覺得 Origin這邊可能要撤退了 因為你畢竟已經拿到龍 但是人馬這邊有可能退掉 我這裡FERFILM的位置相當不好 被安妮直接暈下來 只有西維爾的Q的兩段傷害都給到 這邊回客車有點失誤了 那個走位 哇 那這裡XPG可能走不掉了 被HUNI的一個超時空扭曲給緩套 然後這一個包夾 哇 那這裡Ragless也直接從後面過來 直接1打2 我是覺得有一點拚喔 而且他的速度全部都灌在安妮身上 但是最後還是把安妮說 這個復速季風 其實位置其實相當的不錯 就是有一個鼓起的效果 哇 這一場 就是這個play Yellowstar可以說是做得相當的好 對 這一波是很關鍵的 在最後一刻給克里斯塔上了一個護盾之後 加上那個復速季風 那個補血效果 然後保住了Ragless 對 而且這邊Ragless很明顯他很敢打 是非常信任自己的補助 可以給他一些幫助 他剛剛一直往前打 其實玩到這一波的話 是歐拉夫一個重點 然後剩下的比例 剩下11滴 然後給我們的阿希爾給拿掉 對 給殺兵用到 然後最後開啟了自己的大決也逃脫不了 然後維克後續有一個走位的失誤 那這一波看似是 粉絃力可能是會一個 感覺會戰會輸掉 那最後是靠著聖娜的 大決 然後也是成功 然後將比數打成2比2 好 最後還是2打2 粉絃力到目前為止 再就是說在擊殺X-Pegas之後 這個低力位置相當的不利啦 只是說 感覺上這兩個人都是要敲掉了 然後不但帶掉了Misty 就是安妮的部分 然後竟然Ragless還沒有辦法被擊到 這感覺上當不久你看 這個盾可以說是給相當極限 他已經是半滴血了 然後最後給到盾之後再一個復甦季風 這有點扯 然後有點指MVP 喔 那個珍大劑呢 真的是Carry日常 對 好 那這個鳳梅推倒 可以發現Ragless真的是很敢打 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就是 就是把自己搞到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然後再配合對自己的support 然後做一個補血的作用 是有成功的 將所有的輸出都打到我們Origin的身上 OK 那這邊 這個Origin這邊選擇 做一個抱團集結 硬拔Phonetic的下塔 好 那沒有問題 只是說到目前為止的話 這個Phonetic雖然在那個龍戰的 搶奪部分是失利的 只是說後續的一些 包含UOSAR的一個outplay 然後導致說現在的金具底線 其實還是在Phonetic所掌握的 對 比較可惜的是剛才龍是... 對 沒有被中掉 沒有中掉成功 那... 只是說這樣的話 這個局面還是Origin可以接受的 雖然人頭比還有經濟差 其實是在Phonetic身上 只是說至少我有龍 所以說整體的劣勢並沒有到那麼的巨大 對 而且Origin這組合的後期是相當可怕的 所以他們整體的陣容還是比Phonetic好上一些喔 對 畢竟在團戰來講的話 有很明顯的前排 然後Phonetic這邊就沒有一個大坦的存在 對 Oulav這邊似乎是想要出榮耀頭盔喔 因為榮耀頭盔這個裝備對Oulav來講 算是性價比 還有整體的一個... 契合度算是相當的高啊 這勢必要存 因為Oulav沒有一個途徑技 他很依賴自己的一些架速 訓練到對面的AD 你看包含到你都會去放棄一個閃進去帶到鬼步了 對 好 那這邊又回復到了一個農兵棋 那現在現階段來講是Origin所需要的就是說 先暫緩一下攻勢 然後去大家雙方來農一下兵這樣子 然後等到下一波團戰再開 對 Origin他們還是有個後期陣容比較好 對 還是有一個陣容上的禮堅 對 所以我覺得拖緩整個遊戲的節奏 對他們來說還是比較好的 那他們現在的人頭幾乎都分析到西威爾身上 全部的四個頭都是在AD身上 所以等於說他們很仰賴現在AD的裝備喔 他的成型一定是會來比較快 對 而且西威爾不但有個四個人頭 而且還有早期的一個跳前刀 貪婪之刃的一個金錢BUB效果 等於說現在的西威爾可以說是比對手的克里斯達來的 裝備來的更好 其實克里斯達也不差喔 有個304的戰績 對 好 那小龍即將在1分20秒之後重生 那就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那你認為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仍然還是Fanatic戰有比較大的優勢嗎 對 我覺得現在Fanatic還是比較大的優勢 之前現在人馬的裝備還沒成型 那現在HUNI是一個21的戰技 那感覺現在整體如果打下來的話 他們又有一個地理的位置的優勢 我覺得ORANGE要打這一波小龍還是有點風險的 仍然是Fanatic戰有一個隊伍 OK 好 那就值得看一下 那這裡雙方的上路其實都是有傳送的 那人馬這裡是要回家去守上塔 好了 那這裡經濟差來到了1.5K 1.5K 有點難 那個數學 好 1.5K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經濟差 在現階段來講其實我是覺得可以忽視 就是說現在包含到角色的部分 ORANGE其實 其實角色真的是比較好 在團成他們比較能夠拉 包含到酒桶的一個大絕 還有人馬的一個大絕 甚至是阿協的大絕 就是或者是安妮的反開 他們的容積率其實相當的高 他唯一能夠對他們造成威脅的其實是歐拉夫 但是你這歐拉夫現在的一個營養有點不良 他現在只有拿出一個便當盒 跟一個洪水晶而已 現在歐拉夫是完全沒有辦法對我們了 後排造成蠻大的壓力 現在只能仰賴自己的 維科特跟克里斯達的輸出 對 當然說你的歐拉夫可以直接 就是無視機機來衝我的後排 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現在維西瑋的發育 是可以跟你歐拉夫做一個單打的 現在是比較類似像一個坎克的作用 他們對後排的傷害是要由艾克去做一個輸出 看完現在對後排的造成比較大輸出 反而是艾克 沒有錯 那這裡艾克 虎妮看起來是要回首人馬了 對 那這一波小龍也重生 那兵線壓力來說 是在我們弗林奇克這一邊的 因人馬的推動的兵線 直接壓進到我們弗林奇克的二塔 現在的話人馬也不會主動跟你虎妮開戰啦 因為畢竟你看起來 現在也有點單打打不贏虎妮喔 然後這一波的視野被我們歐拉夫 給搶回來 那感覺這一波小龍歐拉夫 是有機會的喔 對 反倒是Origin自己 在一個藍芳滴滴劣勢的情況下 主動開始小龍 那這裡的話 就看他粉絲電影 似乎是打算放棄了 因為人馬已經在家裡集氣了 我主要是上路這個兵線 感覺是沒有算好喔 因為主要你剛剛 如果艾克如果從來下來 打一個無打不贏的話 那兵線勢必會直接推到我們二塔 你人馬這個推送的實際 其實算得還不錯 對 這其實看得出來是一個兵線的問題喔 就是Origin這邊先把上路的兵線整理到你的塔下 那變成說 OK 好 你要打團 甚至如果假設你傳送下來我拉開 你的上路小兵整坨是會被塔給Denai 那等於說 那這裡其實 就算是這樣的話 我也不虧啦 反倒是虧的是你呼你 那這邊就果然選擇 Fernelic把龍給放掉 那這麼一來 Origin的龍來到兩條喔 那事實上 現在雖然Fernelic占有一個1.5K的經濟領先 那再有兩條龍的一個Origin的隊伍之下 感覺算是質疲的耶 不見得是 對 甚至是Origin是領先的喔 因為這兩條龍其實 我們也有句話講說龍差不多是1K啦 對 跟之前的以前換算的話 你就等於1K啦 龍差不多就是1K啦 它那個所得到的Buff效果 甚至說給到你一個5龍 快要5龍的壓力 對 那這邊Fernelic還是很明顯的 想要讓Fernelic做一個當線的發育喔 那這邊的CS也是比等馬還高了 將近30多隻喔 畢竟他玩到的是這種屬於 比較偏刺客型的角色 那刺客型的角色在如果沒有經濟的情況下 他其實就是 頗為醬油 那這個角色如果真的是 怎麼連後排都秒不掉的話 那說真的那這個角色又不彈 然後又秒不掉後排 那其實說真的 沒有什麼用啊 那變成說 其實你必須要 給他多一點點的空間 在他把霧雅之後給出出來的時候 是怕傷害最高的時候 那也是可以成功對對方的後排 造成很大的壓力 對 就看那時候有沒有機會去爆個團啊 那好 那這裡的話 雙方不約而同的都把自己的雙人線 調回了上路 對 那其實這個部分感覺上 感覺上Fnatic的雙人線 合不在中 是因為他去考慮到XPK的沙皇的清兵能力嗎 這肯定是考慮到中路的沙皇的清兵能力而已 你想要做一波中路的壓制的話 你沙皇可能少一少 再幾乎把兵清掉 那可能也浪費了很多時間在中路的 你可能你這樣只有一個四人推塔 然後你塔沒有推掉 你等你的技術會落後 欸 這個安妮的暈暈到了YLSTAR之後 不過YLSTAR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因為畢竟現在還是有秘密呼喚的 好 那這裡HUNI主動跟Slowhouse 開啟了1v1的一個小團 那這邊 喔唷 Slowhouse的燈打能力還是相當的不錯 反正HUNI這邊血掉的其實也蠻快的 對 所以雙方還是選 都選擇撤退喔 是沒有打出結果 雙方都沒什麼把握說真的 對 怕打起來 來一邊可能會 應該會一邊藏血 然後輸掉喔 好 那這裡的話 看起來Slowhouse要抵禦HUNI這一點 是沒有什麼問題 對 目前來說是沒什麼問題 那這麼一來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整體的節奏 對Origin來講其實是蠻有利的喔 因為包含到他們的一個團戰角色 是來的更優秀 然後再加上我現在 你們很仰賴的HUNI的一個當然分推 我是可以用Slowhouse一個人擋下來的 對 這邊Slowhouse在扛住HUNI這一點還不錯喔 如果你可以有效扛住對面的HUNI的話 那我覺得這一局 我們Origin覺得是蠻有機會 對 蠻有機會 對 蠻有機會 甚至說我的酒痛 在整個團團的發揮 應該是會比歐拉夫來得更好 對 雖然我不懂這一場 選擇歐拉夫的 比較少技能的技能 對 所以這也就是歐拉夫的問題 因為說你現在 你當然你有一個 諸神黃昏的技能 可以去無視CC控場 只是說這樣的一個 因為現在的一個 就是職業聯賽的經濟分布 通常都是犧牲到Jungle 那你一個屬於有點偏充牌的角色 再走到Jungle 為了說你在持有 不是那麼高比例的經濟的情況下 你要對後排造成影響的話 其實相當的困難 而且他沒有一個硬CC的技能 對 只有那個斧頭而已 對 這相當雙方這場是有選擇一個換線 就是說 ADC的發育其實是會來的 對 整體的隊伍來講 雙方ADC都是發育最好的那一位 換線就是會讓ADC的發育比較好 然後去犧牲自己Jungle跟戰路的經濟 對 那這樣一來一往 就變成說你的歐拉夫就算真的突發 就是能夠黏到西威爾 但其實你在單打上不見得打得贏 對 從現在來看的裝備看起來啊 你確實是輸的 對 肯定 我覺得可能連碰太到喔 因為現在西威爾已經有無盡電到 他還錯了一把1550 跑速夠 然後加上自己本身的被動的一個拉打 甚至是說他你開啟龍套頭盔開大這樣 而且我們的CS我們剛才比較一下 211212這樣 然後你是77 然後我420你021 那這個打起來 我這樣還要被你擊殺的話 只是有點太不可學了 感覺他現在作用就是 開龍套頭盔 然後搬住 對 做一個開戰的作用 然後之後就變成一個坦克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Jungle會常 喔 這裡呼你竟然這個 直接暫停是有暈到西威爾 對 那這裡西威爾其實相當危險 只有欧拉夫 這個Jungle進來 但是呼你直接開啟大絕 之後回徹 這個W的浴胖有點強 他好像是躲到草叢 其實這個W技能躲到草叢的話 對方就聽不到這個半球的那個聲音 所以是可以比較有效可以命中 對 那個時間暫停 只有讓西威爾給控制下來的話 那其實這個擊殺是必然的啦 因為那個實在太久了 2.25秒的樣子 其實要在中路W到對方 是有點困難的 就表示說他對於自己的示範 表示自己的示範技能 是有相當大的把握 欸 這個眼其實是有看到的喔 那這裡的團 人馬直接大絕開進來之後 對於他自己的一個速度 不過這裡呼你竟然拿到發龍 這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它是沒有重擊的 它自己拿到發龍 而且還擊殺了So up 那這裡 我比一分做一個追擊 看起來九龍也直接被呼你給蒙 前面要蒸發掉 剛剛他明明還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寫 然後他就直接爆開 大姐回去 差點擊殺掉我們阿齊爾 這波太誇張了 我覺得... 你可以看出來呼你在各個角色上的使用 都是很明顯高於對手一個檔 對 他各個角色都可以玩... 玩什麼像什麼 我覺得 這個是完全把艾克的整個特性 完全... 發揮到 一個滑溜度 那個爆發 然後對於自己的一個被動三下的堆疊 以及那個被動打完之後 那個跑速加成 就是掌握得相當的理想 打他跑得有點特 我覺得剛剛比較關鍵的是 正當大絕是有效的 把阿齊爾跟九龍那個給吹走 所以導致說你只有... 欸 這個大絕超漂亮 那表示你人馬有... 人馬在一打三 人馬是不是在一打三 可能沒有後續的傷害 而且你這個牆其實隔的是 隔了兩個那個... 你也不敢進來去配合人馬去打 因為如果說剛剛那個牆 雖然隔的還可以 只是說你要進來龍是跟別人打的話 等那個牆消失之後 你是被包夾的狀況 然後這裡虎尼看一下 這個大概... 這個... 這個爆發能力 哇... 那臉的帶走 那個... 拉那個QQ拉回來的時候 那個傷害配合的被動 所以就是相當的誇張齁 剛剛那波會這樣 除了不知道為什麼巴龍會 被我們虎尼拿走之外 那我們這邊回那個整體的 那個... 處理方面還是相當的優秀 包含我們剛剛的尊娜大決 那一個大決很關鍵 其實他們跟他吃飯是有點風險的 可是尊娜那個大決是完全把這個風險給... 對 看得出來那個SARS在... 不是SARS 那個YEROSTAR在這場的一個... 大決的施放 包含到這一次 還有剛剛那個... 在這個OG的紅區 都是放得相當的理想 對... 尊娜剛剛大決是恐懼到裡面所有人 那後續的傷害是因為蒸娜大決 所以... 沒辦法... 做一個切割戰斬的動作 所以是沒辦法跟上 那也... 讓Fnatic拿到巴龍的情況下 再做一個反打的動作 好 那這裡的話 在有掌握到巴龍BUFF的Fnatic 這邊看似有沒有要... 要繼續持續分推 因為虎妮現在有點魔王了 哇...幾波揮上起來 欸... 那這裡要進來嗎? 哇...嚇我一跳 我以為他要一...一...二 直接進來去秒那個... 欸...可以可以 可是有沒有那麼... 有沒有那麼誇張 超誇張的 其實包含剛才在中路單抓西威爾那一次 就可以發現說他對於這隻角色的掌握性 掌握度相當的高喔 彷彿像他的Man腳一樣 那事實上這個角色的名義就是一個新角色 對... 很奇怪好像已經玩了兩年了 好像玩了三百場了 對...好像... 好像... 好像... 那種S2艾克森的感覺 對... 已經Man很久了 對... 玩什麼角色都可以玩 那隻角色玩得相當的好 好...在那波巴龍... 呃...由Fnatic給掌握到之後 而且還有後續的團戰也拿下 那導致說現在的經濟差 已經從剛才的1.5K 拉開到了6K的經濟領先 那波巴龍會這樣是... 有點... 超虧喔 那我其實很期待的是 Fnatic看起來現在他沒有打算要出驚人 他打算直接上死帽的感覺 這是要打一波上來 對... 這就是對於他自己的操作 超有的自信 超有的自信 很多艾克在中... 就包含到中路艾克都不會先出死帽 對... 很多中路艾克包含佛根 他們都很早期的 是第二件當中的事件 好...這裡一個道指鏡直接進來 然後最後POP了一下之後 開啟大絕回...回撤 那這邊也B掉了人馬的Teleport跟... 撒謊的大絕喔 那現在可以是塔 就可以再加入 可能會把這個塔剪掉 這個攻輸的話 感覺果然可以... 對... 還不及手可以做下塔喔 對... 再加上這個人馬其實是沒有TP的 那這裡其實... 我是覺得Fnatic的現在的節奏 掌握相當的理想喔 果然是第一隊 對... 雖然我覺得這場的話 其實表現得不錯 但是在面對Fnatic 整個在會戰的處理方面 以及掉線的部分 所以還是小贏一些喔 對... 掉線的處理 像剛才像現在 然後HUNI就很知道說 我現在這樣搞你一下 然後你... 你嚇出你的Teleport 然後我下路Regulus就直接雙點這樣 直接把你二塔扒掉 然後還有就是說一些... 不論你剛剛講的會戰細節 像Yellowstar的幾次神打 對... 然後還有HUNI對於自己的傷害掌握 喔那個其實都是相當可怕 還有那個Regulus的一個... 就是細微操作這樣子 可是感覺出來... 在上一場我們看到HUNI就很喜歡用HUNI 然後做一個高機動性的 去擾亂對方的節奏 然後這一場也是一樣 用一樣的套路去做 然後讓我們Orange 沒辦法做一個比較好的一體隊喔 可是感覺上現在... 我都忘記他們有Olaf這個角色 存在感有點低 存在感有點低 另外四個在Carry有沒有 那最主要是... 這個角色現在真的太依賴裝備 他不能說太依賴裝備 然後就是變成說 我們現在為什麼會常見的是 古拉格斯這樣的一個Jungle 因為畢竟Jungle其實這個位置是 現在是經濟被打壓的情況下 那古拉格斯他本身有一個傷害的百分比 也就是說我不需要裝備 我也仍然能夠靠著自己的 所謂的血量百分比這個部分 拿出傷害 然後再加上我還有一個減傷 等於說減傷的百分比跟傷害的百分比 這兩件事情導致說我其實不需要裝備 我就有辦法坦 我就有辦法輸出 就有一定的坦度跟一定的輸出 對 我有這邊一個坦度 那沒有出大絕 這一坡坦度是沒有命中的 那還是有點失誤 那一樣的話會讓克里斯塔 做一個比較好的龍兵 不過這裡Fanatic算相當大膽喔 選擇讓自己的AD Carry去走到一個 所謂4E分多1 這倒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正常來講 我們都是會讓有Teleport的像是 像現在的狀況來講就是艾克 艾克 去做擔任這樣的一個職務 那反倒是讓Regulus做分推 那真的真的是比較少見 對 不愧是小王子的Regulus喔 真的讓他表現他自己的個人技巧 好那這邊的話 Yelstar也來幫忙 不過這邊也選擇Record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小龍即將在30秒鐘之後 所重生這樣子 對 不過這裡在於Code的時景點OG 是有機會來佈一些視野上的 眼睛的擦眼的狀況 可以開始做 只是說好像沒有這個情形發生 現在開始擦眼了 對 現在這10秒還來得及了 就像這一波粉絲一顆 對 兩邊在龍區的視野都不太足夠 那如果這一波要不要試轉的話 那他們就被壓中了 這裡粉絲選擇好像要卡中塔 他沒有要跟你直接開龍的意義 然後套著艾克的W這邊 效果還不錯 然後再利用你的回首 然後再去爭取群區的視野 這波轉線厲害 對這個轉的很漂亮 就是說讓你拉到紅區之後 我再回來卡著小龍 這個等於說把對手玩弄在鼓掌之間的感覺 對 我這一波 扶你這邊直接暈到的時候 最後直接貼著X-Packet X-Packet受不了了 直接開啟了炸絕 最後Rain Over 這邊 歐拉布很生氣 開啟了自己的朱鎮黃坤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那這邊的團戰看起來是被雙方都給拉掉了 但是是嚇出了X-Packet的一個閃現 對 那艾克的瞬間的傷害是嚇到我們R7了 喔真的很離譜喔 超離譜 他給一個1 然後1、2 黏到那個 那個 閃耀劍的效果爆開之後 就是巫妖之火爆開之後 再一個Q1、Q2 哇那個那個傷害 瞬間把X-Packet的閃現給嚇出來 所以波中塔沒有另外一塊也可以拿下來 好那這邊拿下了中塔 但是這裡的經濟差已經有一點拉開了 已經來到7K 對 這一個傳送 是想利用自己的守護家園 然後來進行開戰 這裡直接連上來 但是希維爾也開啟自己的大決賽逃掉了 好那最後這波 在希維爾開啟狩獵之後是沒有成功了 但是 一定開巴龍 對 包含到你阿祈爾沒有空殺防備 你希維爾沒有狩獵 我直接開巴龍 然後在這裡 艾克有沒有要再進場呢 好快這個赤巴龍的速度 對 他感覺上 因為畢竟你有 Rackless的克里斯塔 對 感覺像剛才這個艾克 莫名的 喔唷這邊沒開大跑掉 OK那這邊 蘇拉斯看起來是不會被追啦 哇在這幾個轉點的部分 哇這一波 耶維爾薩還一直在兇喔 耶維爾薩本身 他珍娜的一個被動 是可以給予隊友一個跑速加成的喔 所以確實是有機會追到蘇拉斯沒有錯 這個一定 可能會把人口讓給 應該是讓個Rackless沒有問題喔 這個大決 也是成功讓蘇拉斯給放棄了 對 這幾波弗奔利克整個掉線方面 都還得比我們有點久還來得好 包含剛才小龍會戰 他如果第一次能力是打小龍的話 他可能是會有 他的戰位是讓Origin Origin其實已經先 站到比較好的位置 在你剛才 Regulus跟Yellowstar 從上路一扣的時候 Origin已經先率先 佔有小龍的一個 位置 地利優勢 對 但是他巧妙地運用 Kuni在Card中塔的過程 然後就是導致說 欸你要來爆我中塔 那我要回撤 拉回來到紅去的時候 我直接再回頭Card小龍 那個真的是轉卻轉折太漂亮了 那這個中塔大概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對 剛剛也是利用艾克的傳送上去 逼掉C位的大絕 喔這一個 哇 直接把Red的閃現逼出來 那其實這個算是有 蠻有價值的喔 那克力斯達少的閃現其實 是有點影響的 不過這裡 這個口是沒有閃現的喔 對 不過還是有點 有點囂張喔 他直接看著酒桶的面前 然後直接這樣點 哇這個太囂張了 直接被安妮大一個 但是最後有一個進化解掉 那這邊這個大團進來 Sawars的效果 他的大絕傷害 其實沒有給到相當足的傷害 然後最後 XP靠自己大絕切割一下戰掌 靠著自己的EQ技能逃掉 最後是把水晶兵營讓給了Fnatic 這是一個團隊喔 我發現Fnatic 剛才雖然是很消斷 可是他很信任 他這個很信任自己的真娜 會給大家做一個護盾 然後跟他一個魔魔 他被打的時候 其實第一時間真娜是沒有 哇 這個PK被W給暈到 那其實就走不掉了 最後酒桶也死了 那這裡的話 Rex拿到了一個Double 好 那這一波可以算是 這可能要一波倒了 這應該是一波倒了 這應該是一波倒了 OK可以看出來 這個確實 你感到 不要讓他回 因為現在能滿要復活 選擇回撤 那就是保守一點啦 反正其實 保守一點打法 其實現在來講 這波又全面拿下來之後 包含到一個下路的兵線優勢 因為就是說 我下路是有超級小兵的 那早就說 那等一下 將來第二條巴龍 其實對我來講 吃起來是比較有利啊 對 而且等一下 等下克里斯要回去 可能會把 索銀或者是說 泡泡給出出來 哇 那這波兵在讓Rexus死掉 那這個 可能自己水銀是要成型的 對 水銀或者是泡泡給出出來的話 他對方的安妮 就沒辦法做一個比較好的控制 對 剛剛其實安妮第一時間給大 給的是相當的不錯 超好 但Yarostar第一時間也沒有馬上瞭解 我們慢了一拍 對慢了一拍 但是在那個時候 他的傷害是沒有跟上來的 其實可以 對後續的傷害是沒有達到我們的Lacos身上 其實我覺得這邊是一個 Expecant的失誤 就是說他直接插上來 然後直接讓被 直接暈倒這樣子 哇 他現在小艾克的收頭就 哇 那個拔 那個拔吐斯毛的那個傷害有夠扯 直接一拔 直接炸死 那還有大概半血以上 OK小龍只將在1分10秒鐘之後重生 那我想這條龍大概是 勢必是Fenetting的 對 我覺得Origin唯一的機會或許是巴龍 就是在巴龍時 Fenetting在打巴龍的時候 會有一個 就是站位比較劣勢的狀況推薦 因為畢竟 Fenetting是在子方 那子方打巴龍的話 會很容易就是 讓大家 後側的位置其實相當的不好 對位置會比較差 很容易被人馬直接給 大到全部的人這樣子 而且那邊的這種 幾乎全體都有AOE傷害的陣容 是還有點風險 對那個或許是Origin 最後一波的機會 那那個巴龍是比較值得看的 那這個小龍大概是 不可能來手的 不過Meglex這邊 竟然是選擇出女妖面紗 可是他錢很多 對他沒有出這個頭戴 通常是因為他整個機器 已經可以補上這個裝備了 那這個裝備是很有效 可以克制安妮的大絕 只要在自己的前面的站位 要不要被對方的AP給Pork到的話 那你安妮也沒辦法做一個閃開的動作 OK 那這裡的話 OK 那小龍同身 其實也可以看到的是 像在這個 現在的5.11版本是把 那個AP電刀給削弱 對 那這個情況下 可以看出來 現在賽場上是沒有出現這樣的裝備 這個裝備在之前是還蠻常見的 幾乎每一個中路AP角都會出這支 這個裝備喔 好那這邊的話 這個巴龍已經提到重生了喔 你有看下一次的改版中 會把所有的中路AP的裝備改成 合成公式會變不一樣嗎 這樣子嗎 對啊 你說12版嗎 好像是下一個版本 我在 可是我現在 我現在其實都 不太看PPE 因為PPE改版就是 喔 這一個暗影的襲擊進來 但是效果其實不是太好 反倒自己說話是擦了滿臉的毛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塔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是在Fanatic的掌握之中了 然後巴龍即將在1分半之後重生 那好在是人馬的大絕 應該在那個時候是可以完成的 是可以去回復到 就是有大絕的狀態 感覺這個蹲點是還不錯的嘗試 只是雖然沒有成功 但感覺Orenge現在也只能利用這些 也只能去利用這種 這種突如其來的一個 就是算是 對 突如其來的一個Camp 然後才有機會喔 那下一次的機會 可是很顯然是巴龍 那這個巴龍如果再放給我們Fanatic的話 那這場遊戲大概就要結束了 那我覺得剛剛講到 這我不太看PPE 是因為以前都看PPE 然後就搞到我很亂 因為有時候PPE的感覺 有時候出了然後之後就 並不會實現 對 並不會實現 了解了解 而且你可以看到像這個版本 像包含像勒布朗已經確定削弱了吧 已經削弱了 削弱滿多招 確實在現在包含到以前的 我記得上一週的一個Band Pitch率 是有來到一個 就是被Band率是有來到將近六成 對 好像好像有破六喔 58、60之間在跳 那你看到這週完全沒有人在過問 對完全沒有人在過問這個角色 因為可以看出來 那個改動真的是相當的大 因為就是說它變成 就變 等於說對手是有機會反應的 對 以前來講的話 那個速度是 當然以直接旋轉來講 是還是有機會 只是說就變成還是很不交流 就直接往你上踩這樣 這個W的預判機並沒有成功 但是XPG 哇賽 直接反鳥 但是當一個Q2 直接還是把XPG給秒掉了 等於說上路跟中路一個兌換 這裡歐拉夫有點坦喔 那這裡人馬直接一個大進來之後 巨峰復蘇的效果相當的好 最後Rags直接讓他在那邊跳跳跳 直接把人馬跟安妮給跳死 哇這艾克的回刮的傷害 其實是他Q1出去的那一段 幾乎將近兩倍的傷害 他那個回刮因為最主要是有包含PUB出被動 以及他自己就是本身Q的一個 拉歐回來的一個二段啦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這一場是由Fernic給拿下 整場下來其實 雙方在一等會戰就可以發生 雙方的會戰能力都還不錯 對 圖野系也都還不錯 只是說Fernic還是在一些小細節上 還是領先我們的Origin 一點點喔 包含一些鎮壓的一些神吹 也就是說HUNI的一些控場的部分 把這角色發揮得不錯 然後在中後期可以利用他分推的作用 是勞亂我們Origin的一些 進攻節奏 對對對 可以看得出來 就算是Origin其實在有一個 團隊角色的一個優勢之下 但是由於HUNI的他對於自己的 艾克的掌握實在太高 掌握實在太高 就是說你在開團前 我就自己把你XP給打到更不敢進場 完全不敢輸出 甚至是直接秒殺 那這種情況下其實就變成說 你的那個你想要的那個團戰的樣子 是打不出來 因為原本我是想好是我的機種在彈 我人馬在衝 然後我的阿齊爾跟希維爾 有了自己本身的大絕 然後去做一個拉打 但是問題是 發現HUNI直接往臉上衝 然後就直接把你灌死 那就變成說 這一套實現不了 那就最後 恭喜Fnatic在這場 就是老大老二的對決 可以證明出他才是 還是EU的第一 目前來講還是零敗 對目前來講還是零敗 那就廣告回來之後 會由SK跟明對上 Unicorn of Love不要走開 我相信要康格到阿齊爾 並不是到太容易 因為他前期他的攻擊距離太遠了 所以你在前期跟阿齊爾對線幾乎 都是會處於比較劣勢的情況 對而且真要說你 如果你真的把阿齊爾去壓到一個塔下 他也可以靠著一個很相當手長的優勢 去持續做一個持兵的動作 對而且他其實有攻速的加成 就是你也沒辦法做一個跑線的動作 因為你如果做一個跑線的動作 你的塔很容易被阿齊爾做到一個消耗 最後這邊選擇了歐拉夫 選擇歐拉夫 天啊 歐拉夫 那這邊的話 ADC是不是要選擇一個比較有 逃跑能力的呢 好像錫尾爾在跟你對跑 對 歐拉夫是可以無視整個 吸吸技是直接往你的AD連上衝 那我覺得選擇錫尾爾是還不錯 但是我畢竟他有一個獸力的技能 如果歐拉夫真的衝過來的話 他可以選擇開R做一個打帶跑 OK 那這裡的話 其實像歐拉夫的印象中 諸神黃昏這個大絕技能 其實是可以直接往阿齊爾的臉上衝 他是強勢推不開 那感覺歐拉夫這一點 就是說你阿姨也沒有要對他做一個吸吸的控制 那你阿齊爾的大絕你也沒有辦法 那等於說你歐拉夫是直接衝到你的臉 對然後酒桶也沒辦法炸開 對 只是說歐拉夫他全聯賽的時候 他沒有一個比較偏向一個衝牌的技能 他就一個直接一直往前衝 好那最後一個中路位 那最後看是在歐拉夫這樣的一個角色出來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要選擇直接果斷衝牌阿 還是要保牌 對 因為有艾克歐拉夫其實你衝牌 BAN掉了 好啦看一下說到這邊 欸搞不好會不會搶巴德 有沒有可能 對現在有娜第五師跟巴德 珍娜 差不多剩下Support角色都有什麼這樣 還有安妮 OK那這邊的話看一下說阿 首選要拿什麼 應該還是不太可能Support啦 應該還是先拿個像可能克里斯達阿 或者是酒桶阿這樣的一個角色 先把上路兩個BAN掉了 喔這其實是有機可循的喔 搶人馬嗎 這其實是有機可循的喔 因為你拿到人馬的話 人馬在前期的一個對線烈士的兩個人 分別就是雷茲跟這個藍寶 那把這兩個BAN掉之後 等於說人馬在上路有點爽濃的感覺了現在 所以這邊我就看 Polentic的上路HUNY會拿出什麼角色去做定對喔 我實在很期待他拿刺客喔 包含到菲斯或者是伊瑞莉亞這樣的一個角色 而且我覺得HUNY很扯的是 他之前也用雷茲打爆過茂凱 對 結果隔一場他是對方是選雷茲 他用克拉茲把他打爆 就是說他根本是沒有counter 而且他選了什麼角色就可以counter對面 就真的很厲害這一位選手 這個這個需要Nurve一下 HUNY需要Nurve一下 那HUNY拿出什麼呢 那HUNY這個隊伍是 不只忽靈他們全體的整體的隊伍 現在的發揮以及配合的默契 跟支援的出走也是幾乎是LCS上最快的 好 那最後拿下了艾克跟克利斯打 那也算是現在兩個蠻熱門的角色 那艾克最主要是現在還是有一個混淆味的味道 就是說我要走中我要走上 我甚至要走到Jungle 都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 歡迎回來麥卡貝英雄聯盟LCS的中文轉播 我是主播三 我是賽平春春 OK那在剛才那場BO1比賽中 我們可以看到ELEMENT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很S2的打法 就是不斷的農 然後你想要你有了一些角色前期優勢 但是我就直接避戰 然後放經濟 什麼都放 但是不放太多 就是你在拿經濟的同時我不跟你做正面衝突 但是我反過來是拿另外一邊的經濟這樣子 然後去讓遊戲時間成功拖到後面 掌握了自己的角色優勢之後 然後就逆轉了整個團戰這樣子 OK那在等一下的比賽我們會有Origin出戰Fernetik 那這兩隊有沒有什麼賽前的一些資訊 這兩隊幾乎是今天的頂尖的對決 也是幾乎是龍爭虎鬥兩次隊伍 那Fernetik現在是6勝0敗 我想要提的一位選手是HUNI 他在角色詞的方面是有點深 包含之前的倫瑪以及雷茲跟科拉斯 還有上禮拜的艾克的發揮都相當的不錯 雷茲什麼藍爆 我覺得Fernetik這位選手是有點可怕 那Origin雖然在上禮拜是不幸能吞下第一敗 那他們現在五勝一敗也是在LCS 也是算是AS級的頂尖隊伍 那這兩隊感覺今天會很有看頭 這樣的話就變成說如果Origin拿下這兩勝利的話 他的勝敗差會來到跟Fernetik持平 會一樣兵業第一 那如果Fernetik拿下這兩勝利的話 等於說是跟Origin就是拉開的 因為畢竟我給了你第二敗這樣子 那就是對雙門來講都相當重要啦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場的比賽 看一下選角畫面 其實蠻期待說Fernetik可以在第一輪拿下全身 是跟我們AHQ一樣 就是說你對上其他九隻隊伍都是拿下勝利的第一輪 那現在是一個六勝零敗 好 那有機會 第一BanOrigin就選擇Ban掉了藍爆 好 那藍爆這個角色來講 對於Hooni也是相當的拿手 感覺是要針對Hooni去做一個Ban 可是Hooni現在角色只是那麼深的話 你要去針對還是有點難喔 對 感覺被Hooni其實有點Ban不完 幾乎是沒意義的舉動 你隨便講高P上路 Hooni會嗎? 怎麼可能不會 Hooni什麼都會這樣子 而且還可以玩得很好 對 那這裡的話 可能就只是戰術策略上會怕藍爆啦 喔 這邊Ban掉了射雷西 Fernetik這邊的選擇完全去針對輔助位喔 是把兩個Support給Ban掉欸 這是現在第一選跟第二選的Support 又是一個狼方先把雷茲給Ban掉 對 這個都是比較少見的喔 藍方主動Ban雷茲這一點 感覺上雷茲 我們當然知道Hooni的雷茲是可怕到不行 只是說 畢竟你是有個藍方優勢 其實你可以讓Soars玩啦 Soars可以玩雷茲這隻角色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藍方Ban雷茲的意義在哪 那Fernetik也是把三隻Support交給 在上一週Hooni有使用過艾柯走上路的比賽 那這一週的話也是蠻有機會利用艾柯走上路喔 好這邊啦選擇讓Amazing拿下了一個酒桶 昨天在看那個比賽我去命過 我只是說一些直接選手 他們說艾柯走中路的那個對線方面會比較吃虧喔 雖然我們在LCS上是 感覺是艾柯中路都有引線 但是他們就說艾柯這個角色在前期是有劣勢 所以大部分人都比較不會把他拿來做一個中路的選擇喔 而且基本上他的大要輸出到其實相當的難啦 對 就是說而且他的W的釋放是要做一個預判的動作 等於說你W打不到的話幾乎是沒辦法做出比較大的引擎傷害 話句話說你只有兩招 對 只有E跟Q 這個吉林是真的假的 這個吉林應該是假的吧 然後果然還是撒謊了 那其實這個吉林一直以來都是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他剩下的兩個位置是留給下了 不過這其實在藍方的選角是還OK的啦 因為藍方畢竟你中路本來就是要遲早出來面對對手的Counter 對面勢必會把中路裡都在 一定會比你候選喔 那你阿琪的先選出來 因為這次又是個中路裡比較OP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先選出來也是OK的 再來我們的 XPICK的阿琪的使用也是使用相當的不錯 我們再看一下FORBIVEN這邊要選出什麼樣的角色 來Counter這個阿琪的 我感覺上阿琪的這個角色在面對一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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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